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患者胸部有多处抓痕 腹部皮肤无破损 无外伤 立即呼叫肛肠科会诊 所有能做的传染病检测都得做 快去 医生 我没钱 医院给你开通了绿色通道 所有的费用由医院先垫着 你放心 先治病 一切等病好了再说 下面还疼吗 你放心 已经跟你消过炎了 等过两天严重控制住了 刚乘客的医生给你把撕裂的地方 再防护一下 就不会这么疼了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消防部肉 曹尔利 华 nadie 马适 警察利新检查 怎么样 可以说话吗 嗯 宾馆老板说 你们订了三天的房间 订房的是四个男人 只盯了一间房 是吗 多少钱 这次收了多少钱 对 一个人三千的 我最后再来一分也没给 这个是在宾馆发现的 里边有你的身份证 你看看 少没少什么东西 王警官 稍等一下 现在能练习到马晓威的家人吗 她的状况不是很好 打过电话了 她爸说是女儿子死了和几年了 待会我把她的电话留给你们 你再试试吧 马晓威说 那些跟她谈好价格的人 最后都没把钱给她 这算不算抢钱 关键男人对男人 没有这方面规定 退一万不讲 他们这也算 男人嫖生 也是违法的 那她生那么多苦 算是一套伤 难道不是就有自取吗 难道不是就有自取吗 你说你 你说你是不是猪 我不是跟你说不能借不能借吗 上回玫瑰就已经吃过他们的鬼了 去警察局又怎么着 人家说法律规定 这根本就不算强奸 来 白鹤 你是不是知道 我被她想去一个外国的英语课 光报名费就要起家 哪有那么多家啊 你就想着 也许可以读一把 钱 又是钱 咱们姐妹一场 你缺钱你怎么不跟我说啊 前段时间家里叫房子 我不是向你们家的三万房 我不是才换钱 陪我读的好意思再见 陪我读的好意思再见 就够好自己了 吃点好东西 我感到的 嗯 嗯 嗯 饿吗 吃点东西 谢谢师傅 嗯 你这儿怎么这么多药啊 这个吃艾滋的 这个吃飞结合的 还有这个 就每天都得吃 这样后解才不会长出来 我刚才听你朋友们说 你给家里造房子了 上个月我没给我打电话 说家里卖纳水了 我就拿出我所有的积蓄 我每个月往家里寄的钱是这么来的 就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也不是任何人联系我 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钱不是还得继续争 日子也得继续过 我就想着等我病好了 帮我妹妹凑够了学费 那天我才挣点钱 给自己装一个人工医的 那时候我就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女人 你现在的状况 你现在的状况不是很乐观 肛门撕裂里面还有炎症 必须要做一个大的手术 把里面的烂肉割了才能出院 因为手术很重大 必须要直系亲属 全程再唱起签字 这个 你得想想办法 我想想 谢谢 但你还是很幸运的 收获恢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只不过 不要再做以前的工作了 只要是一旦复发 就 很难 吧 基本颈 您 您 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这个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